17年前的SARS 那時候的行政院長叫做游熙坤 他編了500億紓困 一個特別預算 整個來講 錢要了最多的五個部門 其中有科技部 沒有啦 科技部現在沒有要 所以我就不列了 第一名 衛福部 第二名 交通部 第三名 經濟部 第四名 內政部 第五名 文靜惠 那時候文靜惠像是文化部 文化部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偉大的地方 要編四倍 請問你 那個部長 那政部長 你怎麼會從原來2.2變成八億 這個到底是什麼編長 沒有原來2.2 那我們從二月初開始匯整 議文各類型各業界的需求 那這一次疫情衝擊 因為人潮聚集 逸文消費受影響 那衝擊是非常大 我想我應該進來也有看到 很多的實力 所以我們出來的需求 其實是還沒有編滿 但是我們知道行政院 有整體考量 所以我們配合 你原來跟主機長要的是十五億啊 對嗎 其實我們提出來了是 超過這個數字 但是我們配合行政院最後的決定 特別預算編列八億 所以並沒有 所謂原來2.2億這個數字 不是2.1是SARS SARS 我要懇請委員 因為我在二月的時候開始盤點 SARS當時的措施 因為議文產業的紓困是不足的 那麼現在的樣態的規模 也比當時大 我希望委員能夠體察 議文產業在面對的衝擊 支持議文產業面對的問題 來部長跟我講 我這個數字是審計部給我的資料 審計部不會錯的 除了你規內有問題 審計部的資料是 SARS編2.2 現場編8 報告委員 當時是文件會 當時的新聞局 當時的新聞局主管影視音產業 還沒有移到文件會 因為是針對藝術文化事務 那麼當時的文化產業 有許多是在新聞局 因為現在文化部已經整合了 我跟委員報告 時空背景完全不一樣 我們主管 整個文創法有8800億的產業 你把你要講的事情 審一個 審一個給我好不好 當然要給委員 請你回去 報告委員 我們已經度向社會用事 我要請他給內政部的政治留下來好不好 內政部政治 請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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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